极乐世界是怎么成就的 没有人设计 也没有人施工 突然就出现了 凭什么 是阿弥陀佛 四十八运 无界修行功德之所成就 这种事情 我们这个世间有 天堂 化身 也是化身 也没有人设计 也没有人施工 怎么来的 是你 善行 善行功德之所成就 不要讲很高 欲界天 第三层以上 夜摩天 弥勒菩萨在斗衰天 再上去化落天 他化自在天 都没有人工设计 都没有 这是什么 你修学的 善行 善行善行功德之所成就 或者我们说佛报 善行善行 佛报之所成就 自然的 那么做卧报也是一样 这干坏事 干坏事 卧夜之所成就 造作无逆失卧 临终的时候 地狱向险 地狱没人设计 也没人施工 自然变现 是你自己 罪业业力 变现出来的 化身 我们这个世界 天堂地狱 是会变化出来的 西方极乐世界 变化出来 有什么兴趣呢 阿弥陀佛那个修行 很得了吗 四十八月 不是空的 每一月 都要花很长时间 他就修 月月都兑现了 用了多少时间 阿弥陀佛在这个经上 告诉我们 他用了五节的时间 五大节 一个大节 使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一次 这个世界 沉住坏空 经历五次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修圆满了 愿愿真的兑现了 所以极乐世界 怎么来的 我们不能不感谢 阿弥陀佛 是他的四十八月 无界修行 功德之所成就 这么来的 没有人设计 没有人设计 为什么会那么样的美 那么样的真气 这个道理 你也要问我 我介绍你 你去问万花图 这个里面东西 发明很凌乱 乱七八糟的 为什么在这个里面 你转起来 你去看的时候 非常之美 一点都不乱 你看到图 自然 所以今天人讲自然灾害 我听了 我听了 不以为了 自然是最美的 自然是最严真的 自然怎么会有灾难 没这个道理 小孩出生下来 自然的 你看五脏六腑 一样一样俱全 一样都不去 那么有人去设计 也没有人去施工 自然长成的 所以自然是最美的 破坏自然 灾难才现成 我们今天遇到 这个灾难是什么 是破坏大自然 才出现的 要随胜大自然 哪里会有灾难 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人讲孝道 孝道里头 只有一个词 顺 破坏神愿里头 恒顺众生 随习功德 那就是最完美的 大乘佛法 完全是随胜大自然 用现在的话 说大自然的规则 决定不违背自然 自然的信德了 这个要知道 所以不教不行 教育太重要了 传统文化 古圣心 所教的 佛菩萨 所教的 完全是随胜性的 没有丝毫违背 所以它是圆满的 它是幸福 它才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你要不随顺 灾难就来了 我们身体不随顺 身体就得病 五脏六腑会生病 我们一念 不能随身 就起烦恼 就有妄想分别之处 随身没有啊 阿罗汉 阿罗汉 辟知福 随身一部分 没有完全随身 到法身菩萨 完全随身 在经上讲 别教出地以上 原教出地以上 完全随身 如果我们真地 却无了 我们没有真地 出地 没有真地 原教出处 我们怎么随身 我们能够把一切 万事万物 都看成阿弥陀佛 就随身了 阿弥陀佛是信的 一切法都是自信 变现 这随身了 这个方法妙极了 让我们反复也能随身 阿弥陀佛大臣教里的 你没有真到原初主 以上 你没办法随身 这个有办法 不得凡夫 烦恼完全没断 能随身 这可得了吗 善侨方便 是什么 就是这 我们真的 要把念头还过来 人人都是阿弥陀佛 我们没有一个咋念 蚊虫蚂蚁 阿弥陀佛 树木花草 阿弥陀佛 山河大地 阿弥陀佛 没有一样 不是阿弥陀佛 我们就随身先得了 三十七年法师地面 中风禅师讲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那么变法界虚空界从哪里来的 是我心变现出来的 那慧能大师说得很好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阿弥陀佛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阿弥陀佛 能生万法 万法就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万法 我跟阿弥陀佛是一不少 这个就是巧入无神